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在這邊 剛剛我們已經看過了 揮畫群組啦 還有這個標籤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結合工作表 日曆 這個部分 各位您的電腦有沒有看到大案的不外 你們寫給不外 你們電腦 螢幕上面不是很多都貼那個嗎 還會貼很多啊 直到那個時間結束了才會撕下來 BBK啊 那你老是用那個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只在辦公室出現嘛 走到別的地方就不會出現 其實在Gmail裡面它有一個叫做 這個叫工作表 那工作表呢 除了可以幫你當記事以外 其實你也可以跟你的那個郵件做結合 所以是跟我們的日曆做結合 很特別的 您可以到這邊來看看 我們到這個 在信箱裡面 您看這邊 平常可能大家比較少到這個地方看 這裡可以按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工作表 好 這個就有點像那個Memo啦 Memo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 它能夠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齁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進來 把它按一下 它就會出現在你的右下角 跑出來對不對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您直接在這邊 好 我就打 看 比如說 好 最簡單的就當做Memo 那一行而已 不夠 怎麼辦 在右手邊這裡 那個這個 按一下 這裡面你可以打更多內容進來 這是最單純的方法 那麼其實呢 這種方式還不夠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的工作 是不是來自 你的信箱裡面 是不是就有 就有相關的郵件了對不對 所以假設這個很重要的 我可以從這邊 欸 那個來了呢 Google 我們剛剛不是有Google快訊嗎 它已經寄來了五月天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不用老是記得我要查什麼問題 它就會送到你信箱來 這樣快很多嘛 不小心我剛剛好像沒有改預設子 所以可能比較即時 就進來 好 假設這是你要的 你可以勾起來 你看更多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 新增製工作表 我把它加一下 你注意一下我們右下角那裡 有沒有勾進來了 在這邊 有沒有勾進來了 那如果說這個郵件的主題 因為郵件很會下標題 郵件比較不會下標題 好 那怎麼辦 你就自己在這邊打 這個叫做Google快訊 好 這裡已經有了 你就是這個地方 雖然它郵件標題是這樣 但是你可以自己改啊 改成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好 比較適合的 那比較重要的是 請問你的郵件聯絡 你看到地位或第三頁以後 有可能 或者就一段時間了 你都忘記了 你可以直接按一下這個 相關電子郵件 它就直接跳到剛剛那個東西裡面去了 這樣速度快很多 我們常常在聯合 有時候是有記 但是怎麼樣 東西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 你可能還要找一下 但是透過這個方式 我很快就可以連到 我相關的電子郵件裡面 就速度快很多 那這個呢 是給各位看 萬一你要調整出去 旁邊這裡給大家一下 有沒有 因為有些時候 可能你要就是 要換一下順序嘛 那麼最好的方式 你還可以搭配日曆 你看我打開之後 有沒有一個叫到期日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有設定 好 比如說我確定 它是在這一天 好 要到期的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要順便看看你的Google日曆 Google日曆你可以從這裡 Google日曆 在這裡有沒有 點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它就會自動出現在你的日曆裡面 我用整個月的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 剛剛Google日曆工作表在這裡 我剛剛設幾號 4號 14 14 沒有出現 還沒公清 來 我重整一下 沒有出現喔 這一個 5月14 那影片會出現喔 好 就站掉再一次喔 14 好 回來 喔有這裡 是這一個嗎 不是 我確定為什麼沒有 但是 基本當然就會出現乾脆地裡面 好 像這一個就是的 像你現在看到這一個 這就是我之前有做的 好 之前有做的話 我知道了吧 因為我現在有設兩個 那個是加在另外一個 在這裡 好吧 放在這裡 在這邊喔 我稍微移過來一下 實際上你的氣 大概可以不只一個 我們剛剛打開是只有一個 對不對 你可以有很多個 那我先把這個 我馬上移到別的地方去 這樣就會看到了 原來預設是在另外一個 14號 有 有沒有看到在這裡 看到了對不對 所以這樣就可以跟你的工作表 就是日地做結合 好 按什麼時候 對方事項就可以 當然其實 你如果跟你的那個行動裝置的日地 結合在一起 就 會跳出來 好 在你行動裝置上 就會顯示在說 欸什麼時候有什麼事情 好 那如果你要更進階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們上個禮拜 其實 如果你全部做的事情 工事也好 私事也好 全部都放床 跟日地好不好 那 伸手的部分 不行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做一些不同的那個 就是 根據不同的 事情 或者類別 我可以選擇不同的日曆 在我的日曆這邊 你可以增加不同的 好 那我等一下那一段的路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好 這是我們剛在這邊 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你可以加上什麼 工作表分日曆 這樣總是把你的 email就跟日曆啊 還有一些有時候記事 你就可以結合在一起 不見得說 一定要再透過紙本的方式 好 那剩下這兩個呢 這兩個 其實會有一點點就會結合到 雲端硬碟的 比如說第一個 像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直接從Windows剪貼幕 直接 貼上去 事實上我們在雲端寫那個郵件 跟 一般人用Outlook 最大的不同在哪 就是夾在那個附件 跟圖片 一般我們在用軟體的時候 我們都是什麼 附件夾好之後就管它了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用雲端來寫 人家等它啊 附件上傳完成 對或者途邊上的完成 你才可以按 就是你要等 等到它傳完 你才按送出 主要是查在這邊 那麼其實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比如說 你看像我把 我現在這個畫面 我幫你幫它抓一下 好我來抓一下我的螢幕上的畫面 我把這個畫面抓起來 OK我現在抓好了之後 我可以直接複製就好 我不用純打 我們在這個Gmail裡面 有一個很特殊的 這邊不用純打 我直接用複製就好 檔案裡面有一個複製 沒有不見了 Copy 好我現在直接呢 來寫一個新的郵件 你看我們撰寫郵件 這個我就先收起來 貼到這邊 按怎樣 Control加V貼上就好 沒有 好 好 複製 有沒有直接進來 對不對 所以你的那個圖片的部分 事實上是不需要 一定要存檔之後再傳上去的 標準的方法 我們常常都會用什麼 用下面這裡不是有一個回溫針嗎 對不對 大部分大家都知道 其實如果你是剪貼過的內容 包括圖片 你可以直接貼上來 但是記得 不要拿IE開玩笑 我講過了 這是Google瀏覽器資源的喔 你如果用IE去Google網站寫信 很抱歉是貼不上來的 好 這是Google本身的 好 那相對的 這裡 既然有這個 我們要順便看一下 請問 我們一般性腔的話 您要夾在那個附件 最大可以夾在那多大 50Mbps 50Mbps 20Mbps 你們學校開比較多喔 大部分 大部分大概10Mbps 20Mbps 這兩個 中間比較多 因為通常郵件的附件太大 會拖慢沒有色 所以通常管理者也不需要開 太大的一個選件 那這裡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通常檔案比較大的會有幾個 一個就是我們的簡報檔 第二個就是成果報告檔 很多人都是原資原位的數位照片 都敢打幾度喔 所以你們家的那個 Office檔案就是給別人大 那這樣會造成的 其實你沒有辦法透過Email去傳送 怎麼辦呢 您可以透過這邊 有兩個方式 你可以先傳到雲端一點也好 或者是在寫信的時候再傳上去也可以 我們從這裡你看 假設我要夾在附件 從這邊 你看我移過來之後 有沒有發現右邊這個就是雲端硬碟有沒有 你可以選擇從這個按一下 那不管你的檔案是不是已經傳到上面去了 你可以選擇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把檔案直接拖一到這邊拿 他就把你放到雲端硬碟裡面 各位知道那個Gmail的空間多大嗎 現在你把信箱 雲端硬碟 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相簿 那些是整合在一起 所以總共有15G的空間 標準的是15G 那你兩個帳號就是30G嗎 當然你付費也可以啦 我也是有付費的齁 好 那不管怎麼樣 你可以從這邊 所以假設你的檔案是還沒有在上面的 你就從這邊 丟進去 如果你已經傳到雲端硬碟了 你就直接從這裡去挑你的檔案 哪一個要點加就好了 那麼這樣的記性的速度也會相對比較快 因為沒有附件 它只是傳送連結給你 只是傳送連結給你 所以呢 對方就可以直接從你的郵件裡面 會有個連結直接下的 請問 你最大 傳過的那個附件 就是需要傳送哪 最大是多大 50Mbps 100Mbps Google給你更多 最大10G 當然咋 到底誰要放那麼大 哈哈哈哈 還有希望那個 不太給人放那麼大 所以原則上 其實我們大概 如果你不是傳那種 電影類的 或是軟體類的 平常不會用到那麼多 可能一兩版 每版應該就差不多了 那您就可以讓它直接在 雲端硬碟上 直接去做分享 換很多 換很多 這個是給您參考一下 這個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讓貼上圖片 也可以加上什麼 雲端硬碟 你只要滑過去就可以了 好滑過去就可以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 可以 好